以为之后的话 我们就是把它变一个SUB 按一个按钮就完成 这个的话按下去也就完成了 但是其实算几个没什么意义 应该是说把那个数字留下来 把英文跟中文 就是说不同类型的资料帮我留下来 比较有意义吧 比如说你可能这个字串里面 这个储存格里面我只要某部分 类型的资料 那以前的话 如果你用内建函数 是没有这个东西的 比如说我这个储存格 我只要数字 其他的东西不要 只要英文其他东西不要 只要中文 其他东西不要 没有没有怎么办 你就要变 如果你变不出来就涂法链钢 像这种涂法链钢还很麻烦 你要慢慢学慢慢学 但是如果你用什么 写出SUB之后的话 那你会发现按下它 自动就OK了 然后最后一个清除 所以待会的话 你就分别把这个完成就OK了 其实我刚刚讲过了 你只要开头会了 后面几个都是由刚刚那个 拿来修改就好了 所以看起来好像很多 其实呢 就是由第一个来修改就可以 所以你第一个会 后面你应该就会了 第一个不会后面当然就没办法 所以你就开头部分 那我有把这个细节部分放在云端上 那你们可以看一下云端上面 应该就是这一段 就是刚刚有看到吧 就是第一阶段 就是下面这一段 这个是只处理一个储存格的程式在这里 那这个是再多一个多储存 就for i 的部分 没有我还甚至用那个黄色 底色把它mark 起来 怕你做不出来 那如果实在是还是卡住有问题 不然你们等一下就Ctrl C Ctrl V 贴上吧 先可以跑再说 回去 因为这个东西真的很花时间 你只要一个地方没打对 你就会卡住了 不过我发现常常打错的都是刮壶 有没有 这里面刮壶有前刮壶 但是没有后刮壶就不对了 有没有 所以你要慢慢习惯 这个就像Sales 这边又有一个刮壶 那MID又有一个刮壶 然后ASC又有一个刮壶 那你也不能刮错位置 对不对 慢慢要习惯 这个东西都是细节 如果你可以把这些细节都掌握好 你怎么打都对 OK就很冲隆 好像很优雅的就可以把层次打完 就是可以跟机器用层次语言沟通 其实它就是一种语言 只是一个跟电脑沟通的对话语言 它看懂之后它就会跑了 那如果这样的话 等于就是你可以无时无刻命令它 它就自动帮你做完了 但是如果你不会命令它 你就只好突发了一张慢慢来 所以未来我发现越来越多地方都会有窗口 这个窗口就让你打城市 哪怕是所有 以后可能家电也可以可城市化 像那个现在电动车本身 其实电动车就是一台电脑 所以以后可以自动驾驶 应该不是问题 而且其实未来你说 找那个司机 让他一直不断开车 这个也不能到 太累了 我发现尤其在台北市开公车的 公车市都很辛苦 因为那个状况机车很多 光自己开车都觉得 更不要说开火车 火车还比较简单 可是火车居然也出轨 其实火车应该可以自动化的 只是说好像比较跟不上时代吧 不知道哪个环节 OK那我们来看一下刚刚的部分 就这一段 所以你刚刚如果不OK的话 Ctrl C 可以怎么样 把它Ctrl V到 到这个位置 把它贴上就OK了 好多 太多了 在这里 你就Ctrl V贴上 但是贴上完之后 其实还建议怎么样 你再加上那个注解 前面讲过了 注解怎么加呢 其实 基本上就是在上面加一行 就是说一个叙述 所以我要打那个注解 比较花时间 所以我用底下这个程式 加在哪里呢 基本上就加在每一行的上面 每一行 前面加单引号 那你就看到 这个是那个回圈的范围 对不对 那个数字回圈的范围 就哪一个字哪一个字 那到哪一个字的话 用LEN去把它 取得它那个储存格里面 有几个字 就不需要每次都固定 或者又去算它 其他的话 那就是判断是否为数字 所以我们用ASC code 用ASC这个函数去判断 那要一个字一个字切 所以就用MID 切一个字给它 第二个字给它 那要判断是47到58之间 要交集 所以用AND OK 那至于其他的部分的话 当然我们等一下就是要做几个练习 123456 然后最后的话就是再把它变成那个制定函数 制定函数的话就是不要按按钮 直接给原始资料 它会吐出来的结果也可以 如果你就是本来没有 那你当然可以怎么样 把它变出来 有没有 非数字几个 OK 方选 这个可能 当然有些细节如果没有时间讲到 云端上都有答案 我可能会讲一个 把它十佳部分就留给各位回去 可以再花点时间想想 然后留下数字的函数 就是这个给他 有没有 帮我把它取得 如果你可以写得出来 以后工作就很愉快了 好很多地方 点两下 点两下 对不对 就工作起来蛮愉快的 我觉得还蛮有成就感的 对不对 OK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 第一个 刚刚这一个部分怎么样 再把它由一个变成其他这几个 其实你有一个 拿这个来改就可以了 那怎么改呢 其实答案逻辑上面 我们来看一下 所以我把底下这些全部删掉 好这样子 接下来的话 你可以把这一段复制贴上 我习惯拖拉加Ctrl键 这边加一个非就可以了 非数字个数 然后呢 非数字个数跟数字个数有什么不一样 其实最大的差别 应该就是那个内码的部分 刚刚是这个47以下 然后58以上的交叉地方 那不是的话呢 应该就是47 而且包含 所以要等号 所以应该是什么呢 这个方向 就是小于等于47 然后这边的话呢 大于等于58 但是它两边有没有交汇 没有所以用什么 对 这样很简单吧 对不对 有交汇就end 没有交汇就oh了 保证正确 其实我的习惯是这样 画个图 看一下 照着SOP 基本上都没有错 ok 不用太复杂 你不要把 我最怕就是有人学程式都钻牛角尖 把那个程式越想越复杂 有时候反而同样问我问题 我就知道他在钻牛角尖 没有那么复杂 而且学尽量 用删去法 不必要的不要学 真的 学一堆反而你将来只是自己找麻烦 暂时不要学没关系 你不要想说什么都要学 什么都要学最后不知道怎么用 你就学一个简单的就好了 反正就这一招 不用特别学一堆 我是觉得啦 除非说你已经很熟练的 已经是熟到一个不行的 好像就是觉得不过瘾 一定要多学一点 那你再去多学 刚开始不用学太多 真的 就这几招就够了 那我们来看一下 用偶尔 而且刚刚叙述 怎么把它转成VBA 非常简单 第一个 我们把它复制过来改个非 第二个的话 其实就是把那个 end改成偶尔不就好了 对所以先改偶尔 然后呢把那个大于改成小于嘛 大于改成小于小于等于就好了 因为等于也包括了 然后这边的话一样 就是变成它本来是小于 变成大于等于 好了 然后最后呢 丢到哪一栏呢 现在是丢到B栏嘛 丢的话是丢到B 应该丢到C 所以其实就只要把这边改成什么 改成C 大功告成 所以其实呢 我只有复制贴过来改 第一个 第二个 第二个这个 第三个 有没有 第四个 第五个 好 OK了 改完了 看得懂吧 所以有的时候 真的万事起头难 一个写完后面就简单了 后面要照call就好了 好 那我们来执行看看 如果OK的话 那这个是数字没问题 这个是非数字 有没有问题 也没问题 马上OK 所以大概就是大概这样吧 其实你工作里面 不外乎就是这种逻辑判断 然后联机交集 顶多就是有一重 有两重 有多重嘛 反正你就照这样子 理论上就很快了 顶多就重复就回圈 不过目前我们只有Fall回圈 那那个多块回圈 也有必要 可是实在是有点难 以后后面也许 我们再有机会再来说明 好了 OK 那再来的话 还有就是 如果我要把它改成 留下数字 英文中文 那其实可不可以拿这个来改 可以 我就把这个复制一下 那我要什么 把它改成 数字各数把它改成留下 我是要留下那个数字部分 好 这样的话 其实最大就是说 因为我刚 要改的地方就是 刚刚是抗子等约的 英文叔叔帮我次加一个 那这个加了一次 加了之后 存回去 加了一次 应该有这种概念 后面的东西丢到前面 不过蛮多同学 这个地方就卡住 因为以前数学都不是这个想 所以你要暂时把以前那个 学数学那个概念先忘掉 你不要拿那个数学的概念 拿来跟程式 那你就会很容易就一直卡住 记得是把后面的东西运算完之后 再存到前面去 OK 那可是问题我现在不是要几个 我现在是要那些东西 那些东西在哪里呢 所以第一个把抗子删掉 换一个什么 换一个留下在哪里 留在这个 如果是数字的话是零 那因为我要留下那些字 字的话是字串 对不对 有印象吗 我前面还特别强调就是 数字跟字串不同 所以其实关键就是 如果你这两个可以搞懂 以后很多事情就比较不容易错 而且比较做得出来 那所以刚开始它一定是没有字 那什么时候会有字呢 如果它是这个逻辑里面 那我就把那个字 把它串在后面 字串是串串串 像火车一样串串串 串的话 用and的符号串在后面 所以写法的话就是说 把这边改成s s等于s自己本身 那不是用加 而是用and 所以这边的话就and and什么东西呢 and那个字 那个字实际上就是 那个字就这个 这个 就是我正切割的那个字 那我就把这个Ctrl C 记得哦 如果比较容易错的是 要asc里面刮5J对哦 OK 然后把它贴到那个1这个地方 就是那个字哦 是的话呢 那你就帮我怎么样 跟这个空白的串在一起 那比如说呢 它是数字 一二五对不对 它第一个是1 它就是 第一个就是 本来是没有 那它就把第一个1 切过来跟前面 就存在前面就变1了 再来2的话呢 又是了 所以就串 变成1 然后就串一个and5 12 2又过来 然后3 125 然后后面就 所以最后输出就125了 OK 那我们来看一下 基本上这样就写完哦 还有 这边改在S 这个S的变数名称自己取的 你叫其他名称都可以 不一定要叫S啦 我习惯用Stream 去字串嘛 所以用S开头 好 程式改完了 改完 那最后输出到哪里 这个要改 输出到D栏 OK 所以要细心 所以你蛮适合写程式 所以如果有很注意那个 你如果都有注意到 那程式本来就不会什么错了 还有没有什么 应该没有了 就这样而已哦 所以基本上就只有改 call下来之后 把cant改成S 然后串 这个比较容易有问题 本来是cant加1嘛 现在是串那个字 那个字就是把那个字切割下来 就把它放到这边 最后输出到D 我们来把它输出给各位看一下 实心 有没有 完成 这样的话 好像这个部分 之前有同学 好像刚好他工作上用上 所以他就觉得这个很棒 因为他就直接可以拿来用 他刚好工作上 会需要 必须把出生歌里面的数字 全部抓过来 那里面可能有夹杂 中文英文一堆其他符号 他只要数字 所以就直接可以拿来用 再来的话就是英文部分 中文部分 不过英文比较麻烦 你在内码部分 英文它有两个区块 一个是大写 一个是小写 有没有 所以两个方法 一个是判断两次 一个是把小写 转成大写 判断一次 但是你要需要知道 转成大写的那一个函数 你会用找得到就OK了 转成大写 不过转成大写 因为之前 旧的版本好像还比较简单 旧的版本你再按问号 他会跳 他不会跳网页 他会跳一个视窗 那我直接怎么样 在这边 可以用搜寻的 好像可以找 转成 转成大写 好像你可以 打字 不过我不确定说 他那个 新的版本 他会不会OK 因为之前的那个2010以前 是跳视窗 直接打OK 如果是英文版的话 他不知道 会不会也可以帮你找得到 有 但是 他连C语言的都出来了 其实 这边的话 或者是说你可以 是不是说你要搜寻的时候 还要多一个 前面再加一个什么VBA之类 这个 不过这个 等下再看好了 请各位先试一下 刚刚 我主要处理 第一个 把刚刚的这个程式加注且 然后第二个把它复制过来改 改了两段 待会再来看 改成那个输出那个 英文跟中文部分 请各位试一下 尽量就是 我是觉得不要装牛角尖 先掌握你会的部分 然后用比较 然后 你可以理解的方式去把它记 就是不用去刻意去死背 理解之后的记忆 会比较 永久会储存 因为你不是用靠背的 而是去理解它 里面的话有一些可能 比较会需要注意的那些细节 稍微有注意到的话 我想应该就可以很快的把这个你要的结果给做出来